原来伊诺一直在等这一天 现在还有人说伊诺不会玩公孙黎吗 红狼大战又是巅峰对决 这一次的巅峰对决阵容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猜不到的 AZ他真敢选公孙黎 这一局的公孙黎如果失误并且输了 我都不敢想象伊诺得退一几百次才行 而狼队选出鲁班父子更是极其少见 前期中益入戚狼队的野区被王昭军冻住 归期大招传下来配合队友 先拿到了中益的衣血 不过长生的反打也非常果断 也等到了伊诺的支援 击杀归期和一生之后 AZ的这一波其实并不亏 狼队的红区又是长生主动开的团 鲁班大师想拉人被公孙黎大招推开 公本大招锁到了公孙黎 但是伊诺换散进入人堆 和轩染配合击杀了盗宰的鲁班 并且撕血的伊诺还撤了出来 这一波是真的很秀 狼队被打了一波一换四之后 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AZ倾斜了 AZ打得很凶 轩染和伊诺配合击杀王昭君之后 八分钟他们就打上了高地 虽然说没有推掉 可是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过来一波击火将大队的索利亚带走 但是没有人进了之后 不足够直接冲进人群 一进了表情击到了两个人 但是这波再冲进之后又把刘邦给击杀 AZ逐渐滚起了血球 经济优势也很明显 但是这个阵容不能拖 上高地时 又是公孙黎和马超站了出来 先手击杀了刘邦 让狼队的鲁班失去了一层保护 最后火舞直接先手迈进去 公本锁到公孙黎已经无法击杀了 伊诺和轩染又一次拉满了输出 一波拿下比赛 这可能是伊诺近两年来最秀的一场公孙黎了 他的争议一直很大 尤其是给了FMAP皮肤之后 更是很多人想看伊诺的笑话 但他真的敢在这种场合拿出来 并且C了 这说是赌上职业生涯口碑的一选都不过分 赛前奶茶教练满脸凝重 想必他也是知道 这场如果输了会怎么样 这一次没有插兜 选了个纯手法阵容 终于改起了结局 如果评选一个七局比赛的MVP 我会给到轩染 无论是赢的局还是输的局都无可挑剔 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 就连赛前出场的摇旗都跟别人不一样 有人说是发力过早 但实际上就是有用不完的力气 这一场AG赢下来 我觉得对选手的信心会有极大的提升 尤其是伊诺可能会回想起 自己刚打职业的那股冲劲 当然两队局内也都有各自的失误 AG后面还要面对强大的KSG 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